来看看新闻网 却走得有点艰难 为了照顾蜂拥而至的记者 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放慢脚步 走上训练场 德罗巴和队友们 简单地打了招呼之后 就开始向体能教练 介绍自己的恢复情况 因为三个礼拜 没有系统训练了 魔兽依旧是和阿尼尔卡 一起进行着恢复 在训练中 两人有说有笑 看起来甚是默契 那么在之前在康乔训练中 德罗巴都练了点什么呢 看到了一点 他在边上 跟我们体能教练 大概恢复了的 有半个多小时吧 差不多 那他这两天到基地 和队员们有一个 什么样的交流 也没有太多交流 因为他毕竟刚刚来 就昨天训练之前 他跟我们圈队 打了一下招呼 就感觉人还是都挺好的 感觉我觉得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融入到 这支球队当中了吧 他是不是跟阿尼尔卡 交流比较多 那当然了 他们第一语言相通 而且做了这么多年的队友 觉得还是比较平静人吧 没有那种 就是耍大牌 那种 就是那种风气 我觉得他比较平静人 和每个队员 就是简单的是队友的关系 气场可能 真的是比较强 人也蛮好的 很客气 我们的语言相通的 我们的语言相通的 我们的语言相通的